畫面中可以看到是在高雄大寮區 台29線101K在河堤路二段的路段 一大早是被通報 馬路因為這個自來水管線爆裂的關係 整個馬路是炸開來了 可以看到畫面上出現了長形的坑洞 上面的雙黃線都因為馬路的碎裂 斷成一截一截了 警方趕到現場是趕快圍起了 這個封鎖線指揮交通 就怕車輛會誤闖 大哥 大哥 那邊有拖個洞 可以看到除了這個水管爆裂 引起的馬路碎裂之外 旁邊甚至出現了一個大坑洞 而這裡就算是六日 也是車流量十分的大 甚至還有大車出入 警方是不敢大意 是趕快封鎖 一度是雙線無法通行 而下方因為還有這個中油的管線 中油的工程人員 也是趕快趕來了現場進行檢測 目前沒有檢測到氣體溢出 而現在呢 相關單位將進行路面的開挖工作 來離奇到底為什麼會發生水管爆裂的意外